大家好,又来到油麻地新闻简报 我是大老B 平时我们就看很多娱乐新闻和本地的新闻时事 那大家又有没有关心国际的消息呢?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日前7月13日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 被枪手袭击 幸好他只是右面和右耳受伤 但这个惊险的一幕就在网上封存了 那到底这个这么震撼的事件又会怎样影响选情呢? 美国大选和我们香港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再加上在一个marketing或者宣传舆论的角度 今次的事件也带来了很重大的影响 那不如我们一起去探讨一下这个事情 也不妨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我们一有新闻和消息还有很多有趣的分享 都会在群组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让我们很快地读一读新闻 看一看昨日的事件的发生经过先 在美国东岸时间2024年7月13日的下午 就是在一个很关键的州份 奔直泛尼亚州出席支持者集会期间的特朗普 正在历数拜登被边境难民大量涌入的问题 在突然之间就传出了枪声 台上的特朗普用手掩住他的右耳 也都很快速地躲在港台之后 特勤人员在这个时候蜂蕴而至 用身体包围着特朗普 特朗普站起身 右耳和面上都有血迹 受了枪伤的特朗普在这个时候亦都处变不惊 用他平日最喜欢用的进攻态度 手握拳头向着群众说了两句 Fight!Fight!就有特勤人员护送他下台 讲完这两句激励人心的说话 在场的记者亦都举机 拍下了经典的场面和时刻 在马上就已经有好多人用这张照片来放上网 也都印制了不同类型的商品 枪手马上被在场的特勤人员击毙 而现场亦都有一名年约50岁的人士中枪死亡 并且有两名人士受了重伤 而FBI亦都在之后一日证实 年约20岁的白人男子Thomas Matthew Krups 在13日袭击美国前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疑犯 疑犯当时向着台上进行演讲的特朗普连开多枪 最后被特勤局的工作人员击毙 FBI亦都努力厘清严犯的犯案动机 事件的主角特朗普最后是右边耳朵受伤 送院之后已经经过治疗并无大碍 现时已经出院了 枪手的动机就在调查当中 而且资料亦都比较少 不过里面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看看 资料显示 枪手是宾夕范尼亚州的登记选民 他是共和党选民 未来11月的总统选举 亦都是枪手 刚刚20岁 符合投票年龄情况下参加的总统大选投票 枪手在17岁的时候曾经向一个 叫做actblue的组织 捐赠了大约117港元 这个组织就是左翼民主党政治家筹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现时的资料亦都是比较零碎的 首先就有说到 枪手在高中的时候得到一些奖学金和明星掌 是一个高材生 除此之外亦都有很多消息提及 这位枪手在学校里面经常被同学欺凌 亦都有致希望成为学校的枪击校队 但可惜技术的问题令校队将他拒疏门外 事件发生的当时 拜登正在度假当中 但他亦都非常快地透过社交网站平台 和当地警察局向记者作出回应 他当时说 这是一个有病的行为 亦都是我们必须团结这个国家的原因之一 他指特朗普已经没大碍了 希望尽快可以与特朗普通话问候 但拜登拒绝将这事件 今快定性为刺杀行动 特朗普的动作亦非常迅速 他马上透过社交网站平台回应今次的事件 除了说到自己的右边耳朵被子弹拆过受伤 流了很多血之外 亦都多谢在场的特勤人员 和向死伤者的家属致以慰问 今次这个疑似的枪击刺杀事件 很快就带来了政治效果 在网上带来很多的舆论 亦都有不少名人发表了他的感受 就好像不少人都熟悉的 Tesla行政总裁Elon Musk 亦都在社交网站 发表他支持特朗普的说话 甚至说到他在罗斯福总统后 已经未见过这么强硬的总统候选人 今时今日要参加不同类型的选举或比赛 除了个人的魅力和能力之外 懂得善用社交媒体 亦都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好像今次这件事件 吸引了不同的名人和首富 为特朗普背书 这个对他的选情就应该有很大的影响 而特朗普亦都善用自己 非常之进取和进击的优势 在经历了这么大的事件之后 马上亦都宣布 他会继续参加7月18号的活动 即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接受党提名的活动 自然就令民众对他产生一种非常之强大 勇敢和坚强的形象 至于拜登的情况 就似乎不是这么理想 在这几年里 经常都有他出席不同公开场合 看起上来非常之老弱的影片 亦都有人会说他好像是AI一样 每次出来都不同样 而且动作很不流畅 而早前6月底 在电视上有一个总统辩论节目 更加可以说是拜登的致命伤 在电视里面见到两方的表现非常之圆殊 拜登不断说话 脱脱咳咳 重复用字 亦都词不达意 反过来 特朗普就善用不同的空间 去充分表现自己的个人演说魅力 大家都可以见到 尤其是在枪击事件之后 特朗普马上起了新的热血表现 亦都在很多人心目中留下了一个领导者的印象 再加上早前这个电视节目 有很多呼声都叫拜登要退选 连串的事件 虽然现在就说到选情可能是言之过早 但看来未来的民调就应该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我个人认为 特朗普继续用这个关于对手老弱这一点 亦都不能够长期去使用 因为事实上 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都是差三四年 他都不是年轻过拜登很多 再加上拜登身边他都有不少一些比较有魄力 和年轻的人士 假设真的有一些不同类型的对手出来的话 长期只是用身体状况来做对比的话 就很容易被人击败了 再来在Marketing角度来说 我看到特朗普的选举工程 都是有一个非常之策略性和聪明的做法 过往特朗普都是形象鲜明 比较激进 和是一个很强硬的态度 但是今次他明显就采取一个比较温和的策略 他在不同的讲话 都是变得更加是谦逊和平和一些 希望可以争取一些游离和中间的选民选票支持度 毕竟大部分的选民都很关心他和俄罗斯、乌克兰的关系 还有中国、北韩的关系 还有在堕胎这个议题上 全部都是美国选民很关心的项目 说到美国大选和我们一般人的切身关系和影响 最大的应该就是股市 这两天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受到影响 另外就是特朗普也提倡过 如果他继续连任或当选的话 都会向中国的商品征收60%的关税 还有就是关于一些美国的能源 和一些电讯的贸易 这方面会不会影响呢 也会直接影响到香港 我每次看这些新闻和事件 都会觉得和Marketing的关系很大 找到很多有趣的地方 因为现在无论是一些政要 又或者是一些知名人士 他们都会用社交媒体去宣传自己 或者发布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消息 即使今次的枪击事件都不例外 有很多人阴谋论地觉得是自编自导自演的 例如在很多年前台湾陈水扁的枪击事件 亦都有人怀疑其实是自编自导的 不知你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我想这个亦都和近年很多所谓摆拍的文化 影响我们非常之心愿 我们开始对一些网上的一些剧本式的片段 开始不是那么信任 亦都总是会认住它是有一些目的需要达到 专专专去做出来的 有一些比较震撼又或者其余的事情去发生 我们很多时都会首先打个问号 有一些质疑 然后就会找很多不同的证据去说服自己 才会决定去归边 这个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日后再做不同的网上工作的时候 究竟对我们来说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这个就要留给大家留言告诉我 今集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都希望你会like这条片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建设性留言 还有follow我们的社交网站平台 Facebook和Instagram之外 还有娱乐油麻地的Facebook群组 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 拜拜